牙菌斑是造成牙周病与蛀牙的主要原因 初级的清除牙菌斑就能拥有健康的牙齿 我们透过实验来证明 在品尝一样的食物后 用传统I型牙刷、电动牙刷及摩热梯神奇牙刷开始刷牙 三分钟后 再借由牙菌斑显示液来检测牙菌斑的情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只有摩热梯神奇牙刷经过使用者轻松地解压后 居然没有牙菌斑 今年来美食文化发达 所摄取的食物也越来越丰富多元 但往往在美食之后没有正确良好的结牙习惯 长久下来等于让口腔成为细菌活动的温床 容易引发牙齿的各种疾病 因此我们以梳子来作为清洁牙齿的实验 首先 我们用准备好的肺子粉来代替食物残渣 倒在梳子上 用传统I型牙刷以左右方向横刷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无论力道多大 都无法清除齿缝间的残渣 接下来我们再以电动牙刷用旋转方式实验 仍然无法有效地做好清洁工作 最后 我们改用梯形牙刷来做上下竖刷 我们发现 摩勒梯神系牙刷居然可以很轻松地 就将取缝的残渣全部清理干净 根据报道 学龄前儿童因为发育未完全 如果长期做手腕运动 将会造成成长缺陷 现在我们以小朋友来做刷牙实验 以传统I型牙刷连续刷牙三分钟后 很明显地可以看出 小朋友的手腕已经出现疲累的状况 若是在逆手刷牙更是无法适应 接下来我们改用摩勒梯神系牙刷来进行刷牙 因为符合地心眼力上下的方式刷牙 让小朋友刷再久都不会累 一样的实验用在大人身上 也是得到相同的结果 另外再以非惯性的手来进行适应度的实验 我们以未曾刷过牙的手来进行刷牙的动作 只有摩勒梯神系牙刷 在最短时间内可以轻松适应 尤其身心障碍者因为长期无法自行刷牙 而导致日益严重的口腔问题 也可以透过T型牙刷的设计 能有效改善70%身心障碍朋友的结牙困难